我們這次一樣誠意滿滿 給大家有主食的餐包 然後有主食的罐頭 然後重點是它的試口氣非常好 它是魚肉底的口味 所以如果是那種比較挑剔的貓咪 你就可以吃這個 嗨 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開箱的是 屁孩童韃味 你們吃囉 第一個就是這個 Abo 的混合吧油獅子巾 沒錯 這個東西超方便的 為什麼很方便呢 不管是貓咪還是狗狗都可以用 而且它可以用在全身 包含它的眼睛啊 耳朵啊 然後下巴如果有粉色都可以擦 然後如果手跟腳腳有髒髒的話 你都可以擦喔 因為它的試鏡有一個特色就是很大張 很大 喔 真的耶 這麼大張 而且它很耐扯 有沒有看到它水一直給我在噴起來 還是怎樣 好 比如說他們就下巴的時候會找到 就可以擦 哈哈哈哈 有沒有 欸 面積大就會很省 很快不用擦 一次就用一張就好了 那下一個是什麼咧 這個是這個 Cafi 的接牙筆 它是用蔓越莓的口味 然後它可以畫毛 它有畫毛的功能 它一顆都是小小顆的 而且很可愛 它是做一個牙齒的紙狀 看得到嗎 應該是看我們才知道 沒關係 我們不要勉強 你就走 小小顆的一個一個 那一次你可以給它的五六顆都OK 第三個呢 是瑞威的搭配罐罐 我們如果在吃主食是濕糧的話 很多人是沒有辦法吃全濕糧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搭配著乾濕料一起吃 那這時候他們就出了一款 特別可以搭配著乾濕料一起吃的罐罐 所以叫搭配罐 很棒 那它一樣營養成分就是主食的成分喔 接下來這個呢 是法國皇家的主食濕糧 主食濕糧 我們這次一樣誠意滿滿 給大家有主食的餐包 然後有主食的罐頭 這個是法國的主食濕糧 而且呢 它這個是感官響應的系列 所以它是非常適合 非常好 我家的貓 真的還滿喜歡的 它有三個系列 我們會隨機出 再來是這個 KiKai的湯罐 KiKai的湯罐 我跟你講這個 如果有看過我們小編開箱 應該全部都會知道 KiKai的湯罐 它的湯汁非常的飽滿 如果你家的貓咪油煮 主食罐會比較挑食的 或者是這料會比較挑食的 你就可以搭配著副食罐一起給它吃 因為它就是滿滿的肉食 如果人家怎麼會喜歡吃肉的口感的話 是真實的肉塊 又是肉泥狀的沒有種 再來是這個 Hero Mama的爽肉泥 登登 這個一包裡面也四條 所有我們每次的零食盒 都一定要有就是肉泥 然後這個是鮪魚加南瓜 所以有幫助就是畫毛的部位 四條給你 再來是Shiba的餐包 又是主食餐包 我們這次直接第三個主食了 這是第二個餐包 然後第三個主食了 它一樣是食糧 然後重點是它的食口性非常好 它是魚肉底的口味 所以如果是比較挑嘴的貓咪 你就可以吃這個Shiba的餐包 基本上是日本最有名的品牌之一 真的讚 很厲害 再來是這個 Gini的煎雞小零食 它這個是有點像是那個肉條的口感 它是軟的肉條的口感 所以如果家裡的貓咪有那種很懶的藥 就是可以直接卡住這個 到底多懶 比較Q軟 對 比較Q軟的 它是Gini的貓咪零食 哇 現在地球一樣這個 喔 超大包的耶 這到底是零食還是飼料 有夠大包耶 那是飼料試吃包 這次我們是烘焙客的飼料試吃包 那我記得我們的飼料會是水雞的主題 水雞品牌 這次是水雞品牌 水雞口味 最後一件 第十件 我跟你講這次 封掉 很屌 三用 三用 我這馬上煮起來給大家看 手餐也會煮 就把它轉進去讓它這樣 你可以掛著用 也可以讓它這樣子 立成用 羽毛就是一個很欠缽的東西 對啊 但是我們現在清洗過了 它就睡醒 因為它睡醒 但我們家貓咪超愛這個 然後如果說你家有那個掛鉤之類 你也可以把它掛在場地上 它那邊是劍嘛 所以它們其實也可以就是抓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三用 好吧 總共有幾件呢 我們來數一下吧 1.飼料試吃包 2.Cathy的畫毛結鴨餅 3.Hero媽媽的爽肉泥 4.Ginni的小零絲 5.AMO的獅子巾 6.霸國皇家的獅良 7.SHIBA的主食湯包 8.艾威的罐罐 主食湯杯罐 9.PK的湯罐 4.還有一個超大的 沾泳鬥麵玩具 Yeah 限料500盒 只要499 趕快來買唷 快來買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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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1.PK的湯罐 5.PK的湯罐